从他们出来的项皮黏起来就变成大厅的海埔 在这间经理当中的文化馆 充满自己当手做的辛苦 也让万万累成朋友的爱 像这间房子我们现在在这边的 是屋主借给我们的 仲台科技大学送我们桌子 附近有荷莱家具工厂 他把他们不要的柜子也送给我们 隔壁的家庭礼法 那个姨婆 他就把他的招牌也送给我们 大风堂陈品勋老师 为我们写了我们的公司的这个店名 李如玉的老板娘 他就借了他的台子给我们 有人万一三人乘 他们就想办法去盘回来 虽然没向政府行政经费 也没钱好到大来签修 但客气文教工厂学会 买个文化和律师民众开创新的罗 其实政府可能也不知道是 他能给我们什么 那因为他的计划案是固定的 于是我们就要想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创造自己的一套的经营 就是商业经营模式 而且他又可以对于这个社会是有帮助的 甚至他是有可能让我们的就业 就是帮助我们的弱势族群 有这样子的就业机会 同时他又兼具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下去 之前学会以好好提供作为主要的运作方式 现在他们在丁家社区有了这个新的基点 对当地对学会来说 都是改变的幸福的机会 以前在塞梨岸岸那边 我有说没有你们有机会 应该是回到我们的故乡 继续来为了社区的文化 继续来创造 大家要在这儿七头 有像以外可以再看一些我们的传统文化 可以提供保备町的处味和辛苦 也有塞梨的地产好品商 客户的保备町文化馆 要让社会企业的精神 在保备町发展起来 记者 林依林 彩虹布豆